把握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的阿玛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2年1月10日早美股盘前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年度五股之 Invitation Home 我给它翻译成是成腰之家 因为中文翻译对于这个公司本身不多 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个 给它搜的名字叫英伟特神 然后我说这个译名也太神了 英伟特神 咱们还是那什么 按照它这个意义吧 成腰邀请吧 成腰之家 按照这两个名字 然后我在盘中给大家讲的时候 还是就用这个Invitation 直接就用这英文名了 因为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更好的名称 他给那通用名字实在是 让人听着有点别扭 那么我们今天由于是美股盘前 而且我现在是凌晨 咱们先说说大盘 因为本来我其实想给大家 在周末加更一期 但是周末由于我基金开放 没有时间去做节目 那么咱们现在就稍带手说一下大盘 那么我这周主要还是看大盘的能够反弹 首先我们来看 这块 这块可能是一个下跌中地 大家注意 就这根十字星 也就是上周四的十字星 上周五的阴线有点难看 那么大家看 这条要守的位置 不是我今天画的 我是在什么时候画的 我是在这儿画的 就是上次这波主声浪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画 我说这块的时候 它应该在4650附近 有一个阻力 那么上回这块没阻止 没阻止了它 它直接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 我们一直把这条线留在这儿 我指的都是这个股指期货 然后我说它什么时候跌破了这条线 我们再看这儿 然后再看这儿 画了三条线 看一道杆 二道杆 三道杆 这是很久以前就留下了 极限的位置 我说在这儿 那么这次 这些线其实依然有效 第一道杆到这儿 看4640 4650 这个位置能不能撑住 如果撑不住 我们估计这次 4591就没信了 我们就直接就看到4532 这块去 从目前的叶盘来看 我们可以看 是道琼斯跟纳指 好像有一个轮换 道琼斯出现了一个顶部结构 而且一直比较疲软 纳指叶盘反弹的 到比较强劲 而且出现了底部的D7 当然了 D7这块出的可能有点早 会不会出现D8D9 这咱还不知道 总而言之 我们会发现 纳指现在好像是进入了 这么一个震荡的区间 那么在这个震荡区间之内 它能不能在这儿获得一个支撑 然后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之后 我现在不敢说是绝对的 能够弹到这个顶檐 也许反弹到这儿 会不会再杀一波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美联储这次呢 太强硬了 我们主要呢 还要看周二鲍威尔的讲话 如果他的讲话 能够安抚一样市场的话 我相信在本周 我们将迎来一个不错的反弹周 但是大家不要指望着 再有更高的突破 这是我指的纳指啊 那标普就没谱了啊 标普也没准 他先突破一下 努努再上这个48504860这个位置 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呢 标普呢 还有道琼斯在撑着 道琼斯现在的这个回调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他涨的已经很多了 如果标普和这个道琼斯 再有一波协调 纳指呢 在这只要能横住 那么我估计标普呢 还能再创一个新高 至于后边的话 那就离三月份越来越近了 而且这次提到缩表 那我恐怕呢 标普也承受不了 总体上的标普 可能今年呢会是震道 往上啊 震道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宽幅的震道 所以说大家呢得熬得住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啊 就是能够让大家熬住的这种票 我认为啊 它能够让大家熬住 而且呢 这支票呢 正好在这两天下跌当中啊 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死叉之后 正好是一个我们的买入机会 因为呢 我建仓的时候 我是在这块啊 我是在这块 大阴线建的仓 这这这这这 这根大阴线啊 大阴线的下影线这建的仓 如果没有鲍威尔这个大放映的话 我觉得在这块 由于这个影线拉起来了啊 很有可能 它就会往上形成一个突破 但是呢 由于鲍威尔这讲话 我们可以看 这块形成了一个死叉 死叉呢 正好我估计 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后 大家呢能买到 比我更好的位置 那么您是在这买的 还是在这买 我呢 觉得安全一些 我们可以在缺口 也就是41块9 41块9或42这个位置买 可能更安全 当然了 你要说是追求 我再在安全的地方 再在安全的地方呢 那就是得看39块5了 整个呢 它上来了 从上面到下面 我认为呢 因为咱们这是年度十五 你得给它一个比较宽幅的区间啊 它往下跌20% 那你往回涨了 那就得涨25%才能涨回 我们可以看啊 20%可能到不了 到这儿吧 先看到这儿 先看到这儿 这是一个成本密集区 然后如果你再放大点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绝对的密集区啊 再放大一点 就是你能不能在37 或者是39 这种位置 你能买到 这块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起码我觉得这个缺口 这块 你应该是有机会买到的 我们可以看啊 它现在是高高在上 已经形成了死叉 下面呢 可能要形成这个顶背离 我在这儿呢 已经建仓了六成啊 就这个股票 我一般的情况下 这种年度实股 我都是开盘 一看啊 差不多 这块邦当一下 就先买个五成六成啊 后边呢 我再慢慢加啊 不行的话 再动靠靠靠靠靠 对不对 呃 我现在准备加仓的位置 就是在这41 因为我不见得能够等到这个呃 39啊 37这种位置 这块的位置呢 太遥远了啊 我不见得能看得见 而且呢 也许呢 由于整个的这个 今年美联储加息的政策 整个房地产租赁市场 会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呃 为什么呢 一会儿呢 咱们会一一给大家微微到来 首先来说呢 选择这个票啊 不是因为别的 我当时在他和这个欧之间 大家注意啊 还有一个叫欧的 这块 他也是房地产新托的一类 他是做商业地产的啊 我们一看他的主营业务构成 就非常的明确 大家可以看啊 一看这个主营业务 大家可以看 他是做什么便利店之类的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分红派息 一会儿咱们就说一下他的利息 这块是2.46 那么 2.46乘以4再除以他的71 这块呢 他是1.4级的分红收益 而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这个呢 INVH就是invitation 他呢 现在的派息率是1.58 刚才那派息率1.4多 第一呢 我这两个之间 我犹豫半天 我说选哪个 后来呢 最终还是觉得啊 这个股息高一点啊 我还是选他吧 因为呢今年是一个加息的行情 谁的派息率越高 在市场上可能受到的轻点越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于商业地产啊 我老是怕啊 如果一旦这个疫情有反复啊 各方面的事出现 嗯 这块呢 商业地产呢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个人不是啊 因为美国现在正在充分就业 我认为呢 对他的呢 影响呢 应该不大 而且呢 呃 这块呢 我也有点私心啊 就我太太呢 非常喜欢房啊 中国人嘛 不都是喜欢买房子吗 买房子 整天就就这样子 再买两条房 再买两条房 老师觉得这个买股票不靠谱 然后呢 买房呢 踏实啊 这个是咱们中国人大多数的想法啊 不光是我太太这想法啊 很多人都有这想法 所以呢 我也呢 思前想后 觉得呢 商业地产啊 咱玩不了啊 咱们要是买房 你说你买什么呢 也就是买个人住宅 然后租给别人呗 吃这个租寿比 那么既然已经有人帮咱们租了 干这件事了 那我就买它就完了 对不对 然后吃一个它的股价成长 然后再吃它一个股息 相当于分红 你想想你自己操心 去买房子 买房子回来之后 你再出租啊 你牵扯了精力 你先甭说你找不找中介 你说我本身是中介 没问题啊 你自己牵扯了精力 然后呢 万一遇见一个半个的 这个补交租金的租户 那你怎么办 你到最后一年下来 累得巴巴的 可能也就是67%的这个收益 这块呢 我这一年有百分之 就以现在的股价来做啊 如果你要是跌到这个37 那会儿买的话 你百分就将近2%了 我这块呢 也能吃股息 就能吃2% 而且我认为呢 它今年的至少应该有10%以上的涨幅 因为我们可以看 从这跌下来 现在它已经跌了5%了 对吧 那么我们在底补仓之后 觉得至少啊 能够再贡献10% 这样的话呢 比买房要强得多 而且呢 买房呢 你出资得出多大 对吧 这个呢 你有多多买 没钱少买 咱们呢 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那么我之所以选择这个 长腰之家呢 叫invitation 主要呢 是因为呢 我认为 个人主台这块的租赁 的需求 还是比商业地产的需求 现在要强劲 因为呢 整个 大家可以看 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线下店都关了 虽然现在有重新开启的趋势 但是线上钩 对人们的冲击 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了 人们的这个消费习惯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这种线下店 有些呢 我还是不太感动 所以我在欧和他之间呢 我选择了他啊 这也是一个原因 而且呢 从目前的调查数据来看 整个家庭的租房者的结构 在市场上啊 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有激增的趋势 注意啊 我用的是激增 而不是就是增 一定的增量 是激增的趋势 而且呢 由于这个新冠的驱动 很多人啊 原来在城市居住的 现在都习惯的去 人口相对的较分散的 这个郊区 来进行这个居住了 而且呢 很多人呢 都进行居家办公 就是他的办公室 就是他的 他的家 他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 home office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呢 这种租赁市场呢 会非常的强劲的 因为呢 美联储马上要加息 为什么我刚才说 美联储加息 很多人说 美联储加息 对房地产是不好 没错 美联储加息 对房地产购买市场不好 所以他打击了ZLO 对吧 他打击了ZLO 这块大家可以看啊 ZLO一直跌跌跌跌 这两天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认为啊 美联储对他也有影响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对他影响不大 原因是什么呢 ZLO是没房 他原来是做一个房地产中介 他现在呢 要做的什么 导二手房 对吧 买房买房来回来去导 他是没房 找房 卖房 美联储加息 对他有影响 因为他需要资金的周转 而这个invitation 他不是 人家是本身hold房 hold着房 人本身就有房 人家有房 就不怕你加息 人家大不了我不买了 我少买点房 少买点房 你越加息 想买房的人 他越没钱买房 他 又需要住房 他就越得租房 我是这样一个思维逻辑 我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我是这样一个思维逻辑 所以我认为啊 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杀跌 一定会 优于其他房地产企业能够先行的 奇稳回升 所以呢 我认为美联储对他的影响的不大 而且呢 对他的财务状况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啊 他首先来说呢 是一个盈利的企业 在整个的房地产信托基金当中 我现在啊 能够找到的 就是盈利能力最强的一个 呃 就是对于个人住宅而言 啊 在整个收购啊 翻新啊 租赁啊 整个的经营来说 他是最强的一个啊 没有之一啊 这可以明确跟大家说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个欧 欧是做什么 欧是做这个商业地产的啊 这个这两个人有一拼 但是呢 欧跟他不一样啊 不不是一个细分领域的 他的主要客户呢 主要集中在是这个佛罗里达和美国西部 特别是呢 德克萨斯 因为他的总部呢 就在这个德克萨斯的达拉斯 啊 就达拉斯那块 啊 在这块呢 我之所以选他 也是看中他在这个德州啊 总部 我们想想 现在谁在德州建厂了 马斯克啊 啊 还有很多的电池企业也在德州建厂了 那是多大的一块人口流入的区域啊 那么这些人来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不存钱 他不可能来那就买房吧 美联储一加息 他更没有钱买房了 但是 很多的知名的大公司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 他会给员工什么 会给员工住房补贴 就是他们买房的时候买不起 但是住房补贴足以让他们租房 那么这块就正好落入了 Invitation的一个经营范围之内 根据他9月份啊 去年2021年9月份披露财报当中说 他拥有住房是81549套 其中呢 40%来自于美国的西部 31%呢 来自于佛罗里达 16%呢 来自这个 佐治亚和这个阿拉巴马 也就是说是在东南部这一块 还有一部分呢 来自那个田大西 他40%的美国西部收入当中 有5.5%来自德州 然后呢 4.6%呢 来自中西部地区 然后剩下的呢 是来自于加州 这是整个他的一个经营状况 现在呢 Invitation的辐射范围呢 和他的规模以及其中度 在整个的德州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是具有绝对优势 而在佐治亚 也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州 是有相对的优势 在我们州呢 他是第二大的个人房屋租赁商 根据他9月份披露的财报 他的总收入现在增长11% 我们可以看 而且呢 比预期 每股收益比预期高了两分钱 营界收入比预期增加了 要高出去不是增加 比预期要高出去 1172.74万 这是他一个总体的经营情况 也正是由于他这个高于预期的收益 我们可以看 在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顾之后 他就又再次开始拉升 整个他的总收入规模达到了5.1亿美元 铜店的平均入住率 也就是说他这块 同一个小区的这个入住率 已经达到了98.1% 基本上就已经饱和了 较少年同期增长了30个基点 大家注意啊 是一下增长了30个基点 而且去年其实已经开始恢复了 整个租赁行业的增长前景和序约率 我认为啊 是依然乐观的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 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以下了 那么这种强劲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基本上很少就说是 说是我不失业立刻买房的 他们都是先租房嘛 所以未来 我觉得呢 他还有增长 根据管理层的电话会议 该公司呢 认为 在今年 将加快收购不发 新的指导目标是17亿到18亿的收购目标啊 这里的包括跟其他人合资经营物业 比之前给出来的预期10亿美元的收购目标呢 要多 但是大家不要想着啊 一收购他就要花钱 花钱呢就会往下 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 他有充足的现金流 现在租户对于他的物业的平均停留时间 也就是租他房 在里头住的时间啊 甭管怎么样 就是反正他给钱的时间 平均是32个月 而且呢 每个季度 现在呢 他的预期一直是在每个季度 这些租户呢 都有一个月的增加 也就是说 在下个季度公布业绩报 也许呢 这些租户的平均时间 会保持在33个月之上 在新冠疫情之前 他们的房租收取率是99% 因为他是房屋租赁公司嘛 看主要看他什么 看他能收到多少钱了呀 对不对 别的就是导致一袋坏账 一袋坏账的 就像咱们平时老遇见的租户似的 他呢 不是 他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 他们的平均收取率是在99% 这是疫情之前 现在已经恢复到98% 那么有的人就问我 你为什么不在去年啊 大家可以看去年 他涨了一大堆 你为什么不去买这只股票 你也认为房地产好啊 我去年也讲过这房地产 我去年之所以不敢买 是因为去年不美国有政策吗 在新冠期间不能驱逐这些租客 那有很多人就拖着你房租不给 那我敢买他吗 所以说那会儿我不敢买啊 直到大家可以看 他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是在2021年9月份恢复的 为什么 是2021年89月份的时候 各个州才开始开放 就是允许驱赶租客 那么从那时候 他的股价才开始旺旗走 所以咱们现在介入 正好是他一个黄金回彩 我认为是恰到其实 而且呢 大家注意啊 他现在的坏账率已经降到1% 以往他的坏账平均水平是0.4% 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复苏 他的坏账率还会继续下降 而且咱们刚才说到了 他今年可能会有很多收购的计划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担心 他会不会欠金力不足啊 因为很多都是一听收购 快打一点股价就下来了 我认为呢 不会 因为呢 他这个财务报表非常非常的强 当然了 这种强劲你不能跟科技公司比 咱们就是说同行业相比 他是非常强的 他现在呢 是以股本形式筹集了7.5亿美元的股本 注意啊 他是以股本形式来收的 所以说呢 他不会增加他的资产负债率 这使得他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 也就是净债务与Abitda的比率 也就是净债务与七税权利润的比 已经降到了2021年年底的6倍以下 他现在已经降到了6倍以下 该公司这个比率已经低于疫情之前的8.4倍 而且呢 根据调查研究 该公司在2024年之前 没有重大的到期合同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这份租房啊 很少有人跟你签一年的合同 一般的情况下 他这种啊 入住率比较高的 要求查你的信用分的这种 他都是一签 就是至少至少 有一年呢 没有 有 但是至少至少是18个月的 多数呢 都是一签 就是两年 或者两年半 都是这样一个周期 那么现在呢 看 在2024年之前没有重大的到期合同 由于他有这些合同的支持 所以他在未来有很大的现金净流入 这样呢 足以支撑他的收购计划 或者其他的分心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的加息环境当中 依然选择了房地产板块 这一防守板块当中的 个人住宅租赁的这一细分板块 我认为对于房地产板块 可能加息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依然不会避开房地产的这种防守属性 同时呢 在防守属性当中 我认为最好的就是个人住宅 因为加息的理由很明确 就是就业非常强劲 那么就业强劲 人嘛 衣食住行 对吧 那么吃喝玩的 主要这个住 在美国这块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大头 个人住房住力 是一个大头 所以呢 我把它作为一个咱们年度鼓鼓之一 当然了 对于我们会员来说是年度十股 那么这支票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呢 择机买入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